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礼拜沙青 那个礼拜要转三个城市的景要拍 他们大家很照顾我 所以不行就抠图吧 是因为真的在医院住着院嘛 就真的来不了 而且我是在上海住着院 然后我说全剧啊 没人抠 我说我是不想抠的 医生是不让我出院的 因为会有点危险 所以我是早上趁着护士查完房打完阵以后 我就偷偷地溜出去 我从上海坐着车去的无锡啊 去拍 他晚上再回来睡在那个医院 我不是很担心 就第一 骂是一种有共鸣吧 就是这个人演呢 他的人设就是招人烦的 那大家也烦他 我觉得那就是我完成了 对吧 说明我完成的可能还不错 那至于他要是骂我本人 我就更无所谓了 那大街上谁都过来骂我一句 我还谁都生气嘛 我无所谓的 如果说是网络言语暴力啊 恶意攻击啊 我是直接屏蔽 我就更不会往心里去了 就这些人骂你都毫无逻辑 就有什么可想的 我还好 我是那种不会没事瞎想的人 就是遇到事我会思考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是开一个奶茶店 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就一直没有机会 大家毕业以后就 其实有的人没毕业就去拍戏了 我也没有慌张 但是我就会有一种慌张 不是慌张没戏拍 是慌张我去干点啥 但是我这个所谓的这种慌张很短 因为我毕业业没到第二个月就有公司签我了 所以对我来讲就挺顺利的 我觉得不能再比去年再密了吧 这是我极限了吧 因为去年已经拍了三部电视剧 两部电影了吧 三到四部电视剧了 两部电影就已经是差不多到极限了 就是你所有的碎片时间已经全被填充满了 哎呀 话说回来 人家有人找你拍才好嘛 对不对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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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